東京都 中野區 都心的ビル街を望む住宅地の 這熟悉的開場 熟悉的音樂 配上熟悉的旁白 有看過全能住宅改造王的 想必一定都不陌生 它是過去日本一檔 非常經典的綜藝節目 每集都能把一間充滿問題的破房子 化腐朽為神奇 改造成令人嚮往的舒適住宅 要讓觀眾大為驚嘆 也讓當時非常多的日本人 都報名投稿 希望下一個被改造的 能是自己的家 那當年如此火紅的節目 現在又變成什麼樣子了呢?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關於全能住宅改造王的故事 全能住宅改造王 原名大改造 戲劇性的Before After 是日本朝日電視台 於2002年4月28日開始放送的一檔 真人秀綜藝節目 該節目的宗旨是 透過繁星房屋來解決家庭問題 為人們帶來幸福 官方也稱這個節目是充滿歡笑和感情的家庭綜藝節目 更是台每週都會開放投稿 讓那些因為房屋 導致生活不變的人可以去報名 而被選中的委託人 製作組就會先與其商量預算 然後盡可能地以極低的成本完成翻修 也因為每集房屋翻修後 都會有驚人的差異 這也讓住宅改造王一開播後 就受到了非常多觀眾的喜愛 而節目一開始 都會由旁白加藤綠 來介紹這次的委託人 而加藤綠是日本國民動畫 海羅小姐裡的女主角 和屯田海羅的聲優 加上加藤綠的旁白解說非常的精湛 她的旁白也成為了這個節目的一大特色 緊接著節目就會帶著大家了解 委託人一家所遇到的問題 而最常見的通常都是因為房屋老舊 或者是原本空間設計上的不良 導致生活出現不變等等 節目組也為了讓改造前與改造後 能更有戲劇張力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挑選問題 比較嚴重或奇怪的委託 像是有詭異的三角性房屋 還有浴室裡有樓梯的房屋 以及位於市場內的房屋等等 可說是怪怪房屋大賞 問題解說完後 他們就會開始介紹負責改造的工匠 這些工匠都是製作組 透過節目、雜誌或網站公開招募而來 而委託人的房屋要如何改造裝潢 也全都有製作組抱辦 但他們會先向委託人家 告知改造細節 委託人同意後 他們才會開始拍攝節目 通常雙方還會有保密計畫 必須等完工後 才能向委託人一家 展示改造成果 也因如此 在節目拍攝完畢後 有不少組委託人 是對改造感到不滿 而鬧上新聞的 除此之外 在美集的最後都會展示 當次房屋改造的花費 那筆金額實際上 只包含了材料費和施工費 工匠們的設計費和監工費等等其餘項目 都沒有計算在內 這也是為了帶給觀眾一種 住宅改造完能夠以小錢完成大改造的錯覺 加上節目還會贊助一些設備 材料等項目還有特約的建材商會提供 設計師還為了節省人事成本 會親自到場 參與改裝 才能將價格壓到最低 導致當時有很多人都誤以為 節目上的標價就是市場行情 也讓市面上很多建築商或裝潢公司 都抱怨該節目誤導觀眾 所以實際的改裝金額 應該會再多個一倍左右 至於上節目的委託人 因為跟電視台有簽約 所以他們是真的只要付節目上所顯示的金額 既然都提到了贊助 那就不得不收到我們的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 可以帶你打破地區限制 讓你追劇上網更自由 除此之外 還能掛上VPN進行跨國購物 能夠用更優惠的價格買到想要的商品 而且它的服務還不只如此 獲取Surfshark 1 就能解鎖更多附加功能 Surfshark Antivirus 會提供你一套全方位的防毒軟體 保護電腦不會中毒 Surfshark Search 能夠讓你無痕跡搜尋 確保使用者隱私 Surfshark Alert 還可以掃描你常用的電子郵件、帳號密碼 信用卡資料和身份證等等 檢查是否有遭到外洩 直接一條龍服務保你滿意 而且它一個帳號還能同時分享給多部裝置使用 讓親朋好友都能共享 現在只要點擊下方的連結 獲取Surfshark 然後再輸入折扣碼YOZ 訂閱兩年就能獲得額外的優惠 外加三個月免費使用期 使用後不滿意還有30天的保證推開服務 相當推薦有需求的人使用 全能住宅改造王的這套拍攝手法 也確實為節目帶來了很高的收視率 而他們的標題 Before After 還被選進了2003年流行詞語獎的前10名 除了標題 節目中所使用的音樂也是相當的經典 許多的曲目都是由松鼓卓所創作 像是一開始的插曲 還有主題曲 以及裝修完成後的音樂 而班加石的插曲 則是使用了匈牙利作曲家 巴托克改編的 羅馬尼亞民間舞曲的部分音樂 這些音樂也成為了 全能住宅改造王的象徵性曲目 但節目開播至2006年時 遇到了十年建材的相關法律修法 導致翻修工作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 所以從2006年10月開始 住宅改造王也變成了不定期放鬆的節目 歷經了幾年的重新規劃 才於2009年4月以第二季的形式 變回常規播出 不過這個第二季也是爭議滿滿 先是同年8月播出的不平衡庭院 設計師用了一堆廢棄的建材石塊 剪成垃圾 在院子裡堆成了一座造景小山丘 改造費還高達了150萬日元 令屋主感到不滿 而住宅改造王請來的這些設計師 自然在介紹時都吹得天花亂墜 但設計出的東西是否實用 也都要等完工後才能知曉 而且大部分的設計師都合作不超過兩次 難免會請到不良工匠 這也成為了這節目的一大隱患 到了11月 標題名為切斷阿基里事件的房子一集 就出現了重大問題 此機的住宅改造完後 不僅屋主提出的問題沒有解決 事後他還驗出了笔跡、承重牆、保溫、防火 都被改出了問題 而且設計師跟節目組還裝死不認 最後也讓委託人份額提告 因而引發爭議 之後2013年4月28日 浮在雨水上的嘉義集 委託人的女兒珍宮小姐 希望房間能有咖啡廳的氛圍 所以設計師就在他的衣櫃上 用瓷磚平貼出了Cafe Bo的字樣 而Bo則是代表珍宮小姐名字中的公子 至於這個設計有沒有咖啡廳的氛圍 看珍宮小姐本人的笑容 應該就能感受得出來了 同年6月9日 在廚房洗澡的嘉義集 節目組跨海來到了巴黎進行改造 由於這棟房子的屋齡高達了153年 所以內裝可說是非常的破舊 改造完後起初一切看似美好 知道他們來到的客廳 一張巨大的圓形沙發 佔滿了整個空間 也讓屋主看得面有難色 此外這張沙發還大幅增加了打掃難度 也被吐槽是最失敗的設計之一 2014年7月27日的 無法讓寶寶爬來爬去的家 原本在節目中 改造完的預算是落在2500萬日元 但最後被爆出 這是造假金額 實際的金額其實高達5000萬日元以上 而消失的2500萬日元 朝日電視台則是死不認帳 導致建築公司拿不到這筆裝修費 因而告上法庭 事情曝光後 與電視台合作的建築公司 數量直接大幅減少 當時更是由電視台的相關人士指出 還有一些官司是沒有被爆出來的 加上每年節目製作費都被刪減 2016年11月27日 全能住宅改造網也宣布播出最後一集 但他們給出的停播原因是 因為當時遇到3E 東日本大地震的災後重建 以及東京奧運會 有眾多的工程項目正在進行 導致難以找到承包商 因而暫停播出節目 但很快的2017年4月 節目又以不定期播出的方式復出 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改造事故 當然電視台也並非時而不設 製作組也會時不時的推出特別節目 去回訪那些過往的委託人 調查那些住宅後續是否有出現問題 並加以凱進 到了2020年3月29日 加藤綠卸下了她的旁白職位 交替給了牧村綠子 而牧村綠子也接續了加藤綠的旁白風格 為住宅改造網配音至今 兵庫県康別市 在海邊的房間都建立 都心的Bed Town 現在的節目基本上都是一年一集 最新的一集是在今年 2023年3月19日播出的 第316集 2樓傾斜的房子 全能住宅改造網也成為了少數 到現在還依然有在製作新極數的老牌日本綜藝節目 雖然這300多集內 有少數改造是令委託人感到不滿的 還有電視台不負責任的態度也是相當不可取 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 節目還是達成了他們的宗旨 帶給了非常多家庭幸福 有看過全能住宅改造網的觀眾 你們又對哪集的改造印象最深刻呢? 多歡迎留言討論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